台中市博马小学的课程中 口航琴是每位学生必学的项目 在这次的口航琴竞赛里 哪怕是第一年级的小朋友 口航琴弹奏的水准与稳定度 都令人广目相看 这些都是老师与学生共同努力 创造出的学习成果 也深化民族教育的内涵 因为很常练习 我在哪里练习 家里或是学校 这次为了比赛啊 你准备了多久的时间 一个礼拜多 音乐其实是民族文化 在传承里面最难的一环 第一个他会遇到 音乐是很抽象的运动现象 再来他会遇到语言的问题 那所以说他在这个部分 如果在这个部分的保存 或者是附赠能够达到 一定的成果的时候 那对整个民族教育的内涵的理解 或者是内在的传承 会是更完整的 尤其在这次比赛中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专属的口黄琴上场比赛 在伯马小学 学生入学 老师会先赠送每位学生一支 成为伯马每位学生学习的标准配备 等到中高年级 每位学生都必须亲手制作自己的口黄琴 一开始一年级会去 老师会去给一支 然后到五六年级的时候 就会有制作同片口黄琴的课程 其实教会部以前都有推 人人一个乐器 但是我看到伯马的小孩子 他的人人一个乐器是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打烟文化的乐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动的地方 那每个人吹奏的方式 好愉快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他是不是喜欢 而且他在拉口黄琴的时候 他可以影响到他家人 或甚至于整个部落社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口黄琴是泰雅族的传统乐器 古马国小借由民族文化课程 去实践传统乐舞文化内涵 透过比赛 也让学生互相观摩 大家共同努力学习的成果与创意 原是新闻No台中和平 超榜报道